1998年,针对中美洲飓风灾区,灾民普遍缺乏衣物的情形,此季在全省发起勤迁中南美依靠有情人活动,欢迎民众提供夏秋两季衣服,婴幼儿衣物及毛毯等等。 消息一发布,捐赠的衣物如排山倒海而来,让原本预计三十多个货柜的衣服顿时膨胀一倍,全省六十五个回收定点也投入了超过五万人次的职工整理, 然后才将这些爱的衣裳飘洋过海,送到洪都拉斯、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瓜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海地等六国灾民手中。 有些是非常好干净,但是有些也是真的脏,那有些也不堪使用,我们都要挑出来,但是还可以用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洗过, 你洗过的时候会皱皱的,有些有专门的人就在烫衣服,那有专门的人在那个红扣子, 比如说五个扣子,那掉一个,那你再补上去,那个扣子不一样,那四个扣子全部都剪下来, 重新放上五个一样的扣子,我们师兄师姐,六点钟就去坐,坐完八点去上班,下班的时候又开始来坐, 所以那时候就几乎六点钟,一直坐到晚上九点十点,都还有人在坐, 当然了,我们稍微整理过后,或者是整趟过后,还最重要的就是要装箱, 听说连装箱都有学问啊? 有,因为我们的箱子是固定大小嘛,那你如果折得太大,就放进去不好看啊,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花了一个板子,同样大的板子,你折起来就要跟那个板子一样的大, 回顾这一次的经验,可以感受到,师姐是从募集就义到发放就义都全程参与了, 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慈悸言也自我要求在每个地方都要表现出那个对于相亲的尊重? 对,上人有一句话,他说就把你,你要不要,东西给你,你要不要,你洗不洗完, 你用你自己的态度去认真的做这件事情,你喜欢的才给人家, 你不喜欢的就不要给人家,上人是要这么教我们, 就把它当成自己要用的,你看我们做磁器这么多年来, 我跟你讲,每年几乎现在都不买衣服,以前常常买, 现在都上人告诉我们说,需要再买,想要不要买, 是,这就是人生的制度,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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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